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回歸極限生存 那上一次呢 收集到的資源就是在今天這一集要用啦 其實他要蓋村民的房子啊要蓋苦力怕刷怪農場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嘛對不對 所以才會需要挖 這麼大量的鵝卵石出來 那這邊今天的話呢我還想要就是先去把我的這個裝備呢都先稍微再升級一下吧 那我呢非常奢侈的先把這邊做出來了嘛 鑽石最後就只剩下了25個在這裡 不過沒關係 重點是要升級一下我們的附魔 強還要更強 所以我們要先去附魔一下啦沒錯啊貓咪呢你等一下就要工作了別想要在這邊給我 耍萌在這裡啊 所以其實呢我有先看了一下其實這邊 稿子有一個耐久3就是我需要的啦 所以這個呢我就得先給他下去了 還有一個效率4耶不錯 那到最後可以變成效率5耶 有沒有 其實這個很好耶 效率5 但是要挖那麼快幹嘛 算了也是一種升級至少沒有絲綢之處然後去跟幸運互相抵觸有沒有 好吧就這樣子 所以這一把呢我暫時也是留著好了 我沒有必要去特別消除他的附魔吧 這邊的話我們在看耐久3的褲子很讚 但是有沒有更好的擊退2這個我完全不想要的 深海漫游已經本來就有了 胸甲有耐久3耶 哇 胸甲耐久3先給他下去好了希望他可以有給我一些其他有用的 我有沒有其他 再看一下好了 掠奪3 好像還是耐久好了還是耐久 對耐久3這個可能比較重要 保護4 也不錯耶 他的意思就是我直接取代掉這個 我直接取代了 那他的話呢就是真的可以把他給消掉了因為這個直接取代掉他了耶 OKOKOK好可以 那劍可不可以給我好一點的東西耐久 3有了 耐久3 耐久3的劍可能要優先來 這個其他的火焰保護還有這個 這個也有耐久3可惡 可是呢我覺得 還是給劍吧對我需要劍的耐久3 給他 來吧 很少之人不死克星4耐久3 然後我們就再看一下其他的還有沒有得 加強的保護2啊什麼的在這裡的話保護3這裡呢看來都沒有太需要的 這個書這邊有風力3 風力3等等這裡有風力3 我好像還有另外一本風力3 兩本 我可以這樣子兩本風力3了耶啊這邊的話我好吧我先去削一削好了 這邊就是風力3嘛 然後我現在需要的就是 弄另外一個風力3然後我就會有風力4嘛 再加上來就變風力5然後再把這個加上來 我有超強的鑽石劍就這樣子OK 那他呢先放著一下 所以 我現在有劍 還有有鎬子 還有這個風力3呢 到時候呢要把它弄上去 那這邊呢就會有兩套鑽石套裝再放在這上面了然後我暫時 先用這一套就行了 喔不對是這一套 是了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就可以了直接 準備要來蓋 苦力怕農場啦 準備要來刷 相當多的那個 火要出來了 只是問題就是要蓋在哪裡了 其實旁邊這麼大一片 隨便找一個地方蓋下去應該都OK的 只是我的 留一個對工作台還是有需要的 來吧出發 好啦 那其實在這邊吧其實 就很隨便的蓋在這裡沒有問題喔 那邊就是村莊嘛對就很隨便的蓋在這邊吧 隨便先找一個地方呢 這個非常客家非常省資源的 效率來說也許就不會說很頂尖吧但是 能有就 就很OK的這樣 好所以我先放在這裡然後 這裡我也許會需要先放一個箱子吧 隨時會需要放資源嗎我也不知道 OK反正我們先蓋 從哪邊開始勒 這個從哪邊開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隨便找一個地方就可以直接開始了就這邊吧 所以這個苦力怕農場的話呢只有 目前可能就蓋一層吧 他雖然要加強變成兩層三層都可以但是 一開始只要先一層吧 然後我們在因為會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嗎到時候再看看 整體的狀況會如何吧 所以 一開始要先把那個刷怪區呢就要先弄出來 牛先借過一下 牛 牛借過一下借過一下 牛真的很喜歡來擋路呢 這邊的話呢 123 4 然後 1 這邊就一直拉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先從那邊 我看一下 1234 這邊已經5格過來了 這樣好像不太對 就先挖掉一下 這邊從這邊過來吧 所以再把它給直接封起來 真的是小小的一個有沒有 其實小小的一個 很夠用就好啦不然還想要幹嘛 所以把這邊的也都先蓋起來然後地板的部分 這邊可能要先插一些火把下去 火把先插下去以免我在這裡面弄一弄然後這裡面就生怪了 感覺會不太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另外一邊呢其實有點像蝴蝶結的那個樣子 我個人感覺 好像還不錯 那我還會需要帶的東西大概就是一些羊毛吧啊我那個東西真的弄得太遠了 沒關係 我先弄一點地毯 然後呢用地毯出來是阻止那個蜘蛛生成啊 然後到時候我還需要準備一大堆的木頭要從那一邊拿過來 做一大堆的那個 那個什麼陷阱陷阱板那個嗎 那我的羊毛呢其實本來也就不少了嗎我之前有稍微做一點白色地毯呢 因為你們有在說 希望我把這邊就是放那個地毯上來然後可以直接跳進去嗎 可是我個人還是喜歡 門啊 柵欄門啊 那鵝卵石的部分呢其實 理應來說好像也不太需要那麼多如果只有一層的話 這一層蓋出來應該會蠻快的吧然後 希望效果不會太差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地毯也許就已經可以先給他稍微先放一下吧這個要阻止 蜘蛛生成的話大概就是要像這樣子 我發現我剛剛蓋的不小心太寬了一點是要到這邊來啦 這邊要有四格嘛然後 那邊有四格對 為什麼我剛剛那邊會蓋的那麼寬來著 計算失誤啊 這邊要蓋一下然後這邊就先撲過來撲過來這個 就是阻止 沒錯阻止我們的蜘蛛生成 然後呢後面的話這邊就先蓋 第二層高出來 沒錯想這樣子出來 好這邊的話呢 兩格出來之後這邊延伸四格然後從這邊開始嗎 這邊過來這邊要先對稱一下好多的 花花草草啊 希望不會到這個水這邊呢 1234 還好還好OK那就這樣子過來 這邊 花花草草很多就會蓋起來很麻煩了 去吧 然後裡面的東西呢先全部都先暫時打掉一下 是啦 像這樣 然後從中間這邊先開始放一個地毯再延伸出來 阻止蜘蛛生成 這邊要再做一個 再放三個地毯就行了 一格兩格從這邊放 蓋一蓋其實很快的應該天色馬上就要黑了 這個時候就要打怪了嗎 賺點經驗值 也是可以 我這邊就現在把它蓋起來一下 基本上差不多會使用到石頭的地方好像都已經用了差不多了這邊我先挖 空然後讓我可以走出來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 我去那邊拿一點木材吧 晚上的話呢 稍微打打怪吧把經驗值稍微賺回來一下 今天的附魔然後看看 可以搞出些什麼 有意思的東西 你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呢 來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穿著鐵套裝其實就很足夠對付他們啦也沒什麼 因為我的這個劍其實攻擊力也已經不低了嘛 只是他在水裡來吧 你也沒多強 直接解決掉 又送了一個不祥奇之過來啦 這個時候呢我們又需要喝牛奶了那就 喝我們自己養的 牛 祥林純淨牛 什麼都可以灌上祥林純淨兩個字 四個字 祥林純淨什麼什麼鬼這樣子 這樣有28等再砍一砍而且 如果能有在那個 安德的話呢也是不錯的 砍一下 再砍一下 再砍 安德出現了 Anderman給我過來 就是你了給我過來 我需要多一點你的珍珠 雖然我已經夠多了吧我猜啦我應該是夠多了 等一下這個不太對這個不太對說好單挑說好單挑 說好的單挑我說了我說過了說好的單挑請問去哪裡了 他走的速度是比較快一點 先擋住他的攻擊 先擋住他的攻擊 哎 哎 他居然給我來陰的 哎 這就危險了 不過呢這個時候他又撿了我的珍珠 極限真的不能太小看啦看來我可能當初呢應該還是要穿著鑽石套裝出來的嗎 先退一下 不過應該還好啦 看來我又要發揮我的畢生所學 面對這一切 我呢 哎唷 哎唷 哎唷這下可糟糕了我的 畢生所學看來已經沒什麼用了 這邊先讓他去射那個殭屍就行 所以看來我好像呢真的是有必要先怎麼講 再多弄一個盾牌了 這個盾牌一下子就消耗光了好快啊 沒關係啊家就在旁邊而已直接回去就行了 真沒想到 真沒想到 啊這個門 你為什麼會抓著一扇門的 那門哪裡來的 你不會是拆了我家的門吧 他真的拆了我家的門 誇張的家伙 拆我家門的家伙 居然還給我進來了 哎啊我怎麼lag了 我剛吃東西lag 那既然我有鑽石套裝的話還是穿著鑽石套裝嗎應該 應該會好一點吧 就至少讓自己輕鬆一點 OK好了一個晚上過去了 總之現在等級了31 還有不少的怪在這裡 串來串去這樣 炸吧 給他炸沒有關係 哎哎哎 哎 射得很爽喔你 可以帽子看起來已經快要不行了所以真的是說 耐久那些東西呢還是蠻重要的要出來了 但我先把這邊先蓋起來吧 只是這個地板門真的非常非常的消耗資源啊還好之前就是挖了一大堆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雖然非常消耗資源但 該做的東西還是得做啊哇這個資源的消耗量 這邊要先放一個我的貓呢要放在這個上面然後他好好的坐在這上面嗎 剩下來的呢就是這個上面都可以把它鋪一下不過 現在就鋪嗎 現在鋪也是可以了 那就現在給他鋪一鋪吧這個全部都要給他先鋪起來 這個東西鋪下去呢就可以防止 防止那個 殭屍啊還有弓箭手啊會生成嗎 好 先把這一邊鋪起來之後我發現 就差不多一組了一組就要用掉了 果然相當的消耗資源啊我的斧頭了我的斧頭不在這裡嗎 幹嘛不用斧頭 那剛剛那個晚上打一打其實又有19個火藥啦 好所以這邊有61個我不太確定我沒有仔細計算到底夠不夠用我真的沒有太仔細的去計算 反正就先鋪一鋪吧 OK都封起來啦看來剛好夠 剛好夠在這個下面這一邊都可以用那這裡 我們就要去把我們的貓呢給牽過來了 所以就要叫貓開工了 你呢吃了我兩條魚給我過來 雖然我不知道吃了兩條魚是誰那我就 我不管我就當作是你了好不好我就當作是你了 不過他其實如果說 我沒有讓他坐下的話是不需要這個牽著的啦 不過沒關係啦我就牽著他吧 也許比較好控制吧不然都很難控制他 吃點東西 這貓看起來真的超級輕巧的有沒有 還蠻可愛的 過來吧上來 是的然後呢你就給我下去吧 下去就對了沒錯然後你就給我 坐著 哇這麼一看呢真的超級客家的有沒有 超級小的一個 超客家的感覺那這邊呢也放一個泥土在這邊我們先上來一下 但是這要說起來這些東西真的是最消耗資源啊我怎麼有一個弩了啦我剛剛有打死那個 掠奪者們這樣子好吧你先下去吧 然後呢收 放下去OK 就這樣子 你呢 好好的工作 你們都給我好好的工作那上面呢我就要鋪 一堆的 半磚把它給封起來啦 這邊的話呢就是遮蔽光線有沒有讓光線徹底被遮蔽然後貓咪你就給我在下面 對 直接關起來好好的工作 不得不說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一個地方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有沒有 雖然他不是用來吃的可是為什麼看起來就好像 好像超級可口的感覺 好像巧克力餅乾之類的這樣 OK 最後呢還會需要中間這一邊 真是有點尷尬 所以呢這個半磚的數量呢 就是不夠啦 但應該只要在做 最後這一次就可以了 很好 然後這邊還沒封起來嗎 還不用封啦我還要進出了 這邊就是封這邊就可以了都 都給他放一下沒有關係像這樣子 完全的封起來了終於 然後我們就要去下面的讓那個苦力怕會 掉下去死掉的地方吧 畢竟苦力怕就是在這裡生成嘛被貓嚇跑了之後呢就從這邊掉下去啊我的 地板門不夠因為這邊還需要還需要四個 再去多做一些 那總共的六個地板門呢就在這邊呢先放一下 這樣子OKOK全部打開 這樣苦力怕被貓嚇跑了之後呢 就會從這邊掉下去嘛 然後我要確定一下方位喔 我覺得我想要能讓苦力怕下去之後呢沿著這邊流出來到這一邊然後呢在這邊被解決掉之類的 所以我要往是這個方向挖過去 那現在外面又要天黑了有點危險所以我覺得 我要確保一下自己生命財產安全 我就要好好的等下睡一覺了睡一覺再繼續開工這樣 所以說呢整個資源消耗的根本也就沒有多少有沒有已經快要蓋得差不多了超簡單耶 所以這邊呢先往下挖四格深吧這個 有點難看清楚我到底挖了幾格深了這樣子所以 1 2 3 再多挖一格就這樣子四格深了先挖出來之後呢我們再從這邊往前面前進 那這邊 我就要先帶一桶水喔我已經帶一桶水下來了 這邊都先稍微挖一下 水的話呢先倒一桶下來 我們先就 往前面挖我應該要做一個鏟子的那我這邊還沒做 我就看這個水呢一直往前面會延伸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所以苦力怕如果在上面深層然後掉下來的話呢會沿著水一直流過來但是如果就在這邊解決掉他們的話呢 可能太近 所以 要讓他 再流的遠一點又要再往下挖一層這樣子 就像這樣一直再往前面然後讓他呢到最極限的地方去 旁邊有鐵真不錯而且 其實剛剛晚上啊苦力怕炸出來的這個空間剛剛好有沒有 這個就是什麼呢 苦力怕炸出了他們自己的墳墓啊他這個真的是苦力怕自己炸出來的然後 挖過來 我就想說這個距離好像是差不多的 結果 還真的就在這裡而已那苦力怕真的是炸了他自己的墳墓了 還蠻有趣的嘛 這邊呢就是通道先弄一下然後那邊應該要再倒一桶水下來就可以讓他們延伸到這裡來 旁邊這邊都先挖開一下沒想到居然會有 這麼多的煤炭又可以挖了 這邊我們有礦可以挖就先挖一下吧挖一挖之後這邊到時候還會再整地一下 所以這邊一直延伸過來之後呢這邊是苦力怕自己的墳墓嘛剛剛好真的 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在這裡 他也知道他 他就已經他們 這一集就已經準備要 遭遇不測了嗎所以自己先 弄好自己的墳墓 他看好了風水保地 就決定是這裡了 鐵的話呢我之前有先燒了起來所以先拿一些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鐵先合然後這樣子 漏斗 請來謝謝 兩個漏斗 所以這個 資源消耗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相當的不錯有沒有 吃個烤馬鈴薯 然後再撈一桶水 就可以再一次的下去了 這邊其實一直都會聽到喵喵的聲音其實還不錯 來我們再過來一下 上去謝謝 這一桶呢再倒下來 徹徹底底的 讓水被延伸 讓水被延伸到這裡 這邊呢 沒錯就是苦力怕自己的墳墓啦OK 漏斗就放在這邊先把儲物箱兩個這樣這樣放著好了 這樣 然後漏斗兩個 去吧 去吧 所以苦力怕會死在這裡之後呢就被送進來然後 我再去拿一些玻璃 好 可以苦力怕的墳墓到了 他們自己決定要葬在這裡的 有沒有 滿懷一個非常感恩的心 畢竟苦力怕的生命 送出了 送出那個火要給我這樣子 好所以告示牌的話呢就像這樣子 就放一下這邊的也放一下 然後這邊的也放一下這邊再放一下就差不多搞定了 但問題就來了 我真的是需要一個空 一個 通道讓我比較好下來吧 那大概就從後面這邊直接往上挖就可以了 喔忘了這個上面這一邊 這兩個也是要稍微用那個玻璃先填一下然後 這邊我需要去撈兩桶岩漿過來啦 那這邊都先封起來吧 對像這樣封起來好了 這個也就封起來 順便也可以就直接封一封之後我也上來 這邊呢就放那個玻璃 或者說想要 觀景窗想要大一點的話也是可以啦 但這邊觀景窗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這邊還缺一格 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這裡 沒錯所以其實真的沒有很遠 村莊也沒有多遠啊 鐵 鐵巨人還在這裡喔 我看一下OK 撈個兩桶起來 很好 先放著以免不小心倒到了我的馬的身上 那從這邊就是準備下來的然後我剛忘了其實這個不應該這麼早把它封起來了不然我要怎麼上去 沒關係 就先像這樣然後 這個熔岩桶我們就像這樣子先放在這邊一個 然後呢 這邊再一個然後就把它給蓋起來沒有問題 講這個樣子的話苦力怕應該就會到這邊來之後死亡火藥就會掉出來之後呢 從這邊 進來啊怎麼會有個泥土先收進來 所以像這樣子看來這個農場 這個苦力怕農場可能差不多了然後我這邊有路可以走就行 好啦所以萬事都搞定了吧 這邊呢苦力怕喔這邊 這裡 先把它打掉一下 好吧這裡有一個問題喔 我當初好像眼睛看的那個狀況有點小問題啊 剛才斜 斜眼看錯了一格有沒有但是其實 哇塞這個苦力怕算的比我還準啦有沒有我剛剛不小心斜眼看錯了一格所以我這邊要往後全部 推一格 剛剛的這些東西呢全部都在往前面推一格那就更 接近剛剛苦力怕 他們自己弄的墳墓那個區域了耶 再確定一下 是的像這樣子沒有錯了 水就會像這樣讓他一直呢被流過來對然後呢就會流到這邊來這邊的火把呢到時候都要先打掉一下 既然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先讓 書我的書呢 書放回來了嘛 所以這本書呢剛剛是說有著風力3的效果嘛 風力3加這個風力3OK風力3加風力3變成風力4 風力4再加風力4變風力5所以這風力4呢 就要先給他下去啊對直接先給他下去啊沒關係 風力4再加這裡就會變成風力5附魔成本6 風力5先來沒有問題風力5有了之後呢 到時候我們這裡就要來一下 哇這個其實 附魔成本就會蠻 高的了耶對因為一直不斷的弄上來的嘛 不過我們會有風力5掠奪3很少之人3耐久3 再怎麼說也只要24等啊24等也不是很多 這邊先給他下去 這邊再給他下去然後這邊再給他下去很好 這樣子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那個苦力怕一直不斷的 進來的產況啊那重點只有 把裡面的先打掉我們再確定一下這邊要先放下去喔 這邊水是像這樣流過去的我先封起來一下因為我要走過去 我呢要把這一個先打掉 這邊都要先打掉一下 讓他呢徹底的變暗 這邊再打掉 OK最後再把他給 完全的封起來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這邊呢 墊了非常非常高的上去然後下面有兩灘水 避免我 最好呢這個水呢其實都可以再弄得更大一點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弄得大一點吧 避免我 上去了之後呢一個不小心就摔下來了對不對然後呢最好呢 身上也在多帶著一桶水這樣子 摔下來的時候立刻倒水應該有辦法緩衝掉自己的 傷勢這樣 所以我們就到很高的地方去吧不然的話呢其實我如果一直在這邊地平面這邊掛機的話好像 他的怪呢就會到處亂生嘛他不會被限定說只生在這個裡面 效率感覺上應該就沒有辦法說很好了 所以我們要先上來到非常高的地方 讓怪呢大概就只會在那裡面生成吧 哎有了呀我已經看到苦力怕開始出來了 苦力怕出完之間我已經出來不知道是三隻還是四隻了吧而且 一直都有在出來看到他們那個死掉的樣子 所以我得到高一點的地方然後呢就一直站著掛機吧沒有想到居然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到了 苦力怕又出來了 是的 所以我們盡量到高一點的地方就可以看見苦力怕一直不斷的出來對又來了一隻了 然後呢又來了一直不斷的在有那個怪來喔 那我就是到了夠遠的地方地底下的怪大概都已經刷掉了吧所以差不多就只能像我那附近的 我這一個 風起來的地方這邊大概才會生怪了吧 所以苦力怕真的就看到他們一直的不斷的出來了這樣子 這麼看來利用這個音架來調整高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可以看得清楚我們周遭的面貌有沒有我感覺好棒喔 我自己的房子有沒有整個戰地多廣呢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一正想挑有沒有辦法有一個時機點 可以讓我不斷的看到那個就很近的可以看到苦力怕去送死的模樣 我總覺得 現在突然之間要下去搞不好可以了搞不好可以了我們就下去看看對因為只要進水裡面就沒事了 可以看到苦力怕送死的模樣 苦力怕還再來 有苦力怕一直有來有沒有就是像這樣近距離的觀賞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應該是越多層那個效果應該是會越好吧 不過這邊我們就用非常客家非常省資源的方式就像這樣簡簡單把他給弄出來然後只要搭個音架上去 在上面掛機就行了 好感謝大家收看喔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了大家拜拜